科技公司的经理 去年底他开始涉嫌假冒警察 然后趁机猥亵70多名国高中女生 原本依照一罪一罚 该名二郎应该要被判刑至少200年 但是因为出面执任的被害人不多 又担心追查过程中 会对其他被害人造成二度伤害 最后警方是移送了30件 依法将他判处25年的有期徒刑 这嫌犯那时候作案时 他开始称 这名长相斯文的男子 就是涉嫌猥亵70多名高中国中女生的嫌犯 而让人想不到的是 这名嫌犯是竹科科技公司的经理 被害人他们认为就是说 他们又没有实际上跟他跟嫌犯发生性 好像就是配合警察 再做一点宣导短片的工作 这个二郎从去年底开始 假冒警察要被害人帮忙拍摄房狼宣导短片 却趁机伸出狼爪 最后被警方巡线逮捕 移送法班 也蛮多的 他这个刑法现在的规定是罪一罚 所以说在整个家总起来 我们认为说他应该要出到这么多刑 手法上面相较于其他的亲亲案件 还没有强烈到用强暴解破这种方式 整个总和的结果认为说求刑求25年 担心被害人在警方追查中受到二度伤害 因此最后警方移送三十件决定不续查 法官最后将这个二郎求刑25年 周日兄和孟谦 新竹采访报道